在新的一年之际,昨天又传出位于美国的桑特曼特色组电发生爆炸事件 这起事件于昨天下午3点30分,在美国德州沃斯堡市中心的桑特曼特色组电发生 据调查人员指出,这场爆炸可能是天然气泄露所导致的 因为现场一直弥漫着瓦斯味,在现场的多位民众也说 在爆炸前不久有闻到浓厚的瓦斯味 开始爆炸的地点疑似是从酒店内的餐厅发生 所幸当时餐厅内并没有营业,所以也没有顾客,只有几名员工受伤 从曝光的画面可以看见,酒店底层的窗户几乎全部都被炸毁 导致街道上布满玻璃碎片和成堆的瓦砺 一旁的人行道上还出现了一个大洞 可见爆炸的威力十分强烈 一名目击者表示,当时他看见有人从酒店内跑出来,满脸是血 还看见有人躺在单架上被抬出来 其他多名目击者表示,有家人在酒店里,他们都是因为爆炸而受伤的 据了解桑特曼特色酒店于1920年落成启用 至今已经超过104年,并且被列为国家古迹 酒店内有245间客房 好几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